第四十二回 各位,上次太平軍攻入武昌城之後,大肆休整, 這日北王偉昌輝,專門來試探楊秀清,是不是真不喜歡女人? 他說他入城見到一個女人,真可謂國色天香,是人見到都會心動的? 只見楊秀清就很隨便問,是不是青樓女子? 不是,是湖港總督晴玉彩的兒女,叫做晴嶺嶺。 什麼名字這麼像男人? 聽說是晴嶺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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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就押開了他,單獨叫人看押著。 啊,我明白了,是你想立他為北王娘, 韋昌輝就顯得誠王誠孔, 小弟沒有這個嚴覆,無福銷唆, 我是覺得東王過於黑勤黑劍,故此我就想…… 楊壽星就十聲站起來。 楊廢,我和你同撈同煲交往了這麼多年, 出生入死,你看我是好色之人來嗎? 不是,東王殺了是我們的人版來啊。 那七情六欲,誰人都有的了,天下未定, 沒這樣的心而已。 不如這樣吧,成蒙你一番好意, 你去送那個程嶺南過來,等我品評一下, 看你說的角色天香,是否放狐老才得。 哎呀,楊壽星的態度,來到韋昌輝很意外啊。 意外完了,心就甜到漏了。 事關於楊壽星對韋昌輝,一向都很冷淡的,韋昌輝很害怕她。 究竟是甚麼原因,自己亦說不清楚。 現在楊壽星總算是對她打開一線親近之門了。 看,沐浴房在岸察市官底的後院,裡頭熱氣蒸騰,燈光在霧氣中顯得灰灰暗暗, 一尾聽見嘩嘩的水響。 程嶺南就坐在大木桶洗身,水浸過她的頸,差不多下巴, 她的確美貌出眾,身材亦很苗條。 啪啪啪啪啪,一陣腳步聲柔軟而近, 程嶺南本能地拿兩隻手掩著自己的胸部。 只見楊壽星拿著一支又粗又高的大蠟燭來到木桶邊, 將一支蠟燭插在高高的燭台上。 東望殿下,程嶺南有點醜,又有點害怕。 楊壽星沒有答話,自己擔了一張椅子, 放在大木桶的旁邊那個台上邊, 支支柔柔地坐在那裡, 這樣就剛剛可以俯視程嶺南赤裸的身體。 她這個人親近女人就靈寫不同人的, 程嶺南就有點慌亂恐懼,不知所措。 楊壽星問, 我好嚇人怕嗎? 她盡量等自己好相遇些, 但那些說話還是很乾、很硬的。 不是嚇人怕? 不怕就假了。 我們今天一日就斬了秦府常大巡以下一百幾個人頭。 提督、鶴政、總兵、知府、岸察士、到台。 秦府衙門門口血流盛河, 怎麼會說不得人怕啊? 你們一家大世, 還押在監牢上, 都是該殺之烈啊。 你會不怕? 我見東王的人這麼好相遇, 一定是仁慈之人。 這些說話連楊壽星自己都不相信。 楊壽星就說, 我這個人有幾本份呢? 以前在山卡拉燒炭, 未曾想過風喉拜上, 但這個暗無天日的世道逼著百姓造反。 你看, 今天在你家裡, 就掘了三百萬兩銀紙出來。 看下你老頭子貪壯枉法到什麼地步, 還不抵那些百姓起來反他們嗎? 程嶺南就不敢出聲, 有點震。 你冷咧? 楊壽星就起來, 站起來, 拿了一張被子過來。 站起來, 程嶺南就聽聽話說, 水漾漾地在木桶上站起來, 用手遮住自己的下身。 楊壽星拿一張被子包著它, 一抱就抱起了。 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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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台階, 一邊走就一邊說, 你儘管去打聽一下, 我楊壽星從來不會好色的, 我都不知道你哪一樣東西打動了我的心。 是東王, 是東王可憐我這個藥女子吧? 或者是吧。 楊壽星就沒有說謊, 她從來沒有在女人身上下過功夫, 或者是因為顧不上。 現在楊壽星確實沒有辦法抗拒她眼前這個美女的誘惑。 雖然是這樣, 她照舊是很冷靜。 她將一絲不掛的程嶺南抱在懷中, 看她的隱備處, 損給她的乳房, 到稍然粗暴地佔有了她。 楊壽星始終感受不到百分百投入的快感, 事因她頭腦到, 一直盤旋在另一個想法。 程嶺南就覺得這個人太冷漠, 好可怕。 楊壽星很快就完事了, 急急忙忙又穿上衣, 又急急忙忙地點著鑊水煙筒, 過足了煙隱, 這樣才走回去, 好似這一切都是不可小的程序。 過煙隱, 似乎更緊要跟女人沉沉在溫柔之鄉。 原事就原事了, 她再都不靜眼看人的。 程嶺南又怕她, 又想借她的力。 竟然東王吃完煙, 又將程嶺南攬在懷中, 程嶺南就眼濕濕地說了, 妾已經衛身於東王, 已經是東王的人了, 希望你不要拋棄我。 楊壽清又苦摸著她的頭髮, 我最多做到的, 就是赦免你懲家一家大小的死罪。 多謝東王不殺之恩, 神妾就算是粉身碎骨, 也難以報答。 楊壽清一邊幫她穿衣一邊說, 你今後聽不聽我的話? 東王說一不二。 唉, 這麼多年來, 我就和我那個黃麵婆哥一臣, 未曾鍾情過哪個女人, 你是第一個。 本英這樣說的說話很動情, 但程嶺南聽起來, 就像東王在開軍事會議宣佈命令的語氣般, 默默獨獨, 沒有來聞味的。 她心裡不敢暗自思良。 她這個人到底是怎樣的呢? 一世靠她, 靠不靠得住呢? 不過隨便也有聰明, 她靠自己的初夜, 換回一家百多人的性命, 程嶺南還是覺得值的。 從澄村角上, 看雪後的長江就很別致, 尤其是有月光的夜晚。 雪早停曬了, 在皎傑的月色下, 江水好像浮動著無數的碎銀紙, 兩岸的白雪顯得立立令。 索風陣陣吹過, 程嶺南的風鈴叮叮叮的響, 聲音好月以下。 陳忠陽和葉明珠派在程嶺南裡, 欣賞著大光月夜。 葉明珠說:「 嘩, 你們守這個地方真的沒得彈了。 要不是打仗, 可以天天欣賞美景。 可惜, 現在天頭有點冷, 如果天月就好了。」 陳忠陽就說:「 嘩, 你知不知道那首名詩呢?」 陳忠歷歷漢陽樹, 荒草妻妻英武洲, 講的就是這裏了。 我都背過這首詩, 《日暮鄉關何處事, 煙波江上史人仇》。 這首詩都不適合我們現在的心境, 我們佔了武漢, 打了聖仗, 還哪有什麼憂愁事呢? 《日暮鄉關何處事, 你找辦法談啊? 怎會沒有啊? 我想你那時候, 又不見得到你, 還說不令人憂愁啊。 《日暮鄉關何處事, 你才找辦法談啊? 現在我不是在你身邊嗎? 一陣光風猛烈吹來, 呼呼作響。 葉明珠就說:「 哎呀, 我有點凍。」 《日暮鄉》 就趁機抱緊他, 於是兩個人就熱烈的勇吻起來了。 不用多久, 陳忠陽就多多手了, 要解葉明珠的衣帶。 葉明珠就抓住他的手, 你, 你幹什麼呢? 我, 我, 我實在, 實在頂不順了, 你不怕殺頭啊? 找辦法談嗎? 我什麼都不怕, 和你親熱一泡, 死都值得的。 你, 這個人又找辦法談了。 葉明珠啪聲, 打開陳忠陽的手, 陳忠陽又一次抱著他, 親吻他。 葉明珠就覺得身體裡頭, 一陣陣熱浪蓋過來, 吞死了他。 慢慢慢慢, 葉明珠就鬆開手, 不再推他了。 閃著輪光的光水, 無言東流, 風也似乎沒有這麼猛烈了, 天氣也似乎沒有這麼冷了。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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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忠陽粗重地喘息著, 把臉在葉明珠一絲不掛的身上, 擦來擦去, 搞到他忍不住身淫起來。 葉明珠感覺到自己快溶化了, 一點一滴溶化在陳忠陽的身上。 離幾十尺遠的光滔, 好像推在他身上, 將他推向了高廟的天空, 推向了不知自己為何物, 自己在何處的未知世界。 不過, 他們必定要從迷幻的世界上, 回到現實中來的。 不只是因為恐懼, 還是因為寒冷, 或者兼而有之, 葉明珠在陳忠陽的懷中, 不斷打陣。 怎麼了? 你還看著寒冷嗎? 不是, 我是怕, 你… 你太大膽了, 萬一… 找人聊天嗎? 我們在晴川角尚, 誰會知道呢? 對了, 上次在岳州, 我們去買首飾, 都被紅酸嬌看到了。 幸好是他, 如果換著另一個, 我們就周身矮了。 不用怕, 沒事的。 你也不要這麼大安置意啊, 一個不小心, 我如果有了, 那怎麼辦呢? 蛤? 這一層, 陳忠陽就沒想過了。 他眼光光想了一段時間, 反問說, 找人聊天嗎? 會不會這麼幸運啊? 不怕一萬, 最怕萬一。 唉, 這個死人大頭下, 如果真是這麼幸運, 我就不太大了。 不用怕, 真是有那一天, 我就陪你去死。 唉呀, 不要說死死死死, 這樣行不行啊? 葉明珠一手, 掩著陳忠陽把嘴。 就算真的有這樣的事, 都是由我一個人負傻, 我一定不會說你出來的。 到時萬一我被處死了, 你記住年年到我祭日的時候, 在我墳頭上燒幾煮元寶蠟燭香, 這樣就可以了。 說到此事, 葉明珠居然眼淚碰流, 陳忠陽攬得他更加實了, 唉, 好話不好聽, 這時就算拿十隻馬來扯, 都扯他們不開的了。 喏, 錫達開的臨時居所, 是個鬧鐘取靜的地方, 這間重蟬碧瓦的大宅院, 是以前提督相覆住的, 十分寬闊。 這日一早起了身, 石一陽就在昌明基正的書房讀書了。 錫達開魂外面走進來, 靜靜走到他的身後邊, 看了一下, 很欣慰的小笑。 咦, 爹, 爹怎麼這麼早你就起床? 不多睡一會? 石一陽跟著就拿個火盆遞給他爹。 石一陽就說, 剛剛攻佔了武昌, 城外清擾雲集, 不可以高枕無憂的。 他說完剛剛想走開的, 石一陽就說, 爹呀, 昨天我去東王府, 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小姐, 聽說是總督的女兒, 比立為東王娘。 小孩子, 別管那麼多事。 石一陽開廣言, 一擔高頭, 咦? 見到左中堂寫給他那張條幅,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掛出來。 翼陽呀, 是不是你掛出來的? 我見到爹每次行軍打仗, 一得閒的時候, 當然是拿出來看看的, 那時候沒有地方掛而已, 現在在武昌裡, 有牌子了, 那我就掛出來, 讓你天天見到都開心一下。 石一大開看著那十六個字, 有所感嘆的, 身無半某, 深憂天下, 獨破萬卷, 神交古人。 看著看著, 他的貼身衛士汪海洋就進來講, 殿下, 陳成勇來了。 陳成勇就是楊秀青的心腹。 石一大開就說, 請我進來吧。 過了沒多久, 陳成勇進來了, 對石一大開講, 東王的意思, 鹽桃所佔的周縣, 不止對農民要秋毫無飯, 還要宣佈免除三年遭稅。 天王又說, 清曉對農民橫征布臉, 太平均令農民憂養生息, 百姓才能夠擁戴我們。 天王和東王的意思, 是由我草以一個條款, 現在請翼皇殿下那個幕。 陳成勇講完, 就拿出一疊子了。 石打開,打開立了一下。 嗯, 這樣對農民都挺好的, 不過在省裡頭就有些過農, 對一般居民財產, 都通通沒收充公, 我已經聽到一些不滿的說話了, 應該制定一些相應的條款。 陳成勇就說, 殿下為何不向東王天王講下呢? 我當然要講的了。 陳成勇無意之中就擔高頭, 看見左宗堂寫的, 身無半某, 深憂天下的條幅。 咦? 殿下這張條幅從哪裡來的? 哦, 還有提款的, 是專門寫給殿下的。 石打開就說了, 是一個賢者, 本來是可以助我天國出力的, 可惜失之交臂, 錯過了機會了。 翼王呀,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的? 呵呵呵, 當然見過了, 他來過兵營, 當時我們在圍攻著長沙, 殿下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嗎? 不是提了明的? 高貴左先生嘛。 咦? 哪下? 你如果將這三個字, 倒轉過來讀一下? 倒轉讀? 石打開就剛剛讀了, 左貴高的三個字, 一拍大腿, 哎呀, 左貴高? 左貴高, 不是就是左中堂的字嗎? 哎呀呀呀, 我真笨真笨, 這樣都沒想到這一層。 石憶陽就插嘴了, 爹呀, 左貴高是誰呢? 石打開就說了, 他就是我親住的柳莊茅廊, 想請出山的左中堂。 唉呀, 真是無縣, 對面不相逢, 當面錯過了。 陳成勇就說了, 我都想起了, 當時左中堂, 對我們太平軍談三談四, 東王就很不喜歡, 還疑心他是清擾的奸细。 石打開就說了, 我當時如果知道高先生, 就是我朝夕渴霧的左中堂, 我就幾帶都不會放他走的了。 石憶陽又插嘴了, 這樣都很容易, 現在派些人去, 再請他回來就行了。 石打開就說了,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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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个左中堂就算有才华 在清晓那里都起不了什么浪 正所谓一块青砖就不成长 一个巴掌就拍不响 哇 现在石达开想回才知道 那个左中堂真的有心计 他在太平均的大营道 逗留了一两天 就对我们的战术知道得一清二楚 既知我们之长 亦知我们之短 对太平均是极为不利的 是一大隐患 石达开想到这些东西 他会对左中堂怎样呢